南平的范围争端赵紫棋开思剧组 杨紫怡四音主演问题拒绝宣传 范围其实就是演员出现在宣传物料和电影中的排位次序 一番也就是排在第一位的演员 总之事情闹了半天 大部分网友也看明白了剧方宣传安排不合理 女一号赵紫棋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同时赵金迈五孤躺枪 重生怕是刚生就要凉 虽然与片方解约 但彭玉畅还是自费跑了宣传 并且他本人也在微博跟大家道歉 让大家多支持电影 但因为这场范围之阵 最后电影上映后口碑并不是很好 不过有网友则是发现 该剧已经播出许久 作为主演之一的他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宣传 微博动态更是没有丝毫的动静 这与他此前的状态完全不同 杨紫在该剧开播之际 已经进入到新的剧组 为此自然也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为新剧出席活动 他与马天宇也不会因此事而闹出矛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